别让你的人生成为别人纸上的数字 在让人绝望的垃圾堆里 也能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面对是非的两端 我们还可以选择中间 我给不了你真相 但我能带你一起浑水摸鱼 亲爱的浑水摸鱼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本期节目 今天啊 我本来想给大家讲一个嗷嗷吓人的鬼故事 后来我想了想吧 咱们这个节目呢 它总体来说是一个科普节目 所以呢 这鬼故事要是讲的嗷嗷吓人 它就变味了 所以呢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 不是嗷嗷吓人的鬼故事 这个故事情节呢 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歌词大意就是1803年的年底 在伦敦的汉末史密斯区 有很多人看到 甚至被一个鬼魂给袭击了 你说闹个鬼呢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就能袭击人这么有尿性的鬼 它确实是不多见 于是呢 就这个故事啊 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我们为啥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 当然不是为了讲这个故事本身 我主要想用这个故事开个头 跟你扯点别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 结果呢 它却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你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个闹鬼事件 在当年还打了一个官司 就是这个官司 180年后 它竟然还影响了英国的司法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震惊题 来给这个故事提一个标题 我认为可以是震惊 英国历史上被政府承认的闹鬼事件 在180年后重新出现 好吧 我知道我说到这儿 你肯定也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难道这个英国政府啊 他就真的闲到跟鬼搭起官司来了吗 那当然不会是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呢 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我想跟大家聊的是 这个故事其实还涉及到一个 非常诡异的群体性精神疾病 你注意啊 这一回可是货真假实的精神病 这跟上期斯坦福的监狱 那一期专题里所说的 那社会心理学问题啊 是两码事 因为这一回 可是有很多人都出现了 非常具体的生理症状 所以呢 咱们还是得从头讲讲这个鬼故事 当然在我们的专题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得先说一下我们的广告 首先呢 我们感谢本周在浑水摸鱼上 支持我们的这些个大富豪的前三名 第一名呢 是六月天 也就是人称你恩书的那个六月天 第二名呢 是大T 第三名呢 是紫云端Z36 当然我们也感谢其他的大富豪 只是呢 这个大富豪的名单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限于篇幅有限 所以以后我们每周呢 我们只感谢本周的前三位 那么本周呢 是2020年的第24周 感谢所有购买我们专题 来支持我们的朋友 那么现在呢 浑水摸鱼的3.0已经上线了 截止到目前 我正在录广告的这个时间为止 就是6月10号 浑水摸鱼的版本 已经更新到了3.1.3 请你务必要保持 你的浑水摸鱼是最新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头 我们修复了之前2.0版本 几乎所有的功能 那么目前的不稳定 我们也已经修好了 大家之前抱怨的几个缺失的功能 比如说留言呀 离线下载呀 定时播放啊 自动关闭呀 这些呢 我已经通通都恢复了 那么我们的付费专题 仍然在继续更新 本周更新的呢 是中国近现代史 第四季的最后一期 这一季也已经结束了 时期 一共是10个小时的播放时间 售价仍然是68元 一直等着养肥了 在听的大富豪们 现在你已经可以下手了 够肥了啊 那么充值的方法呢 不建议大家使用苹果的内购 因为使用苹果内购的话 你需要花88块 才能买到68块的余币 我建议你使用淘宝的方式购买 那么购买的连接在 3w.imayu.com上 这也是我们的官网 或者呢 你可以在淘宝上 直接搜索来阴街5号 注意啊 来阴街 来阴河的来阴啊 大街的街 5呢 是汉字的5 不是阿拉伯数字的5 在这个店铺里 你可以找到余币的连接 那么购买发货是全自动的 24小时都可以自助购买 那么除了在喜马拉雅上 可以听到我们的免费音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苹果的Podcast 或者Google的Podcast商店里头 搜索浑水摸鱼 收听所有的免费专题 包括在喜马拉雅不能上架的 海外部分的专题 当然不包括付费专题 好了 除了念了三个名字之外 一点心活都没有 老听众都快能背下来了 不过呢 我们还是得说 因为各位大富豪 是我们这个节目 能够运营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 感谢所有大富豪的支持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也希望你能够通过 付费专辑的这种形式 支持我们播下去 好了 广告我们就做到这了 那么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多留言 多点赞 激活平台的算法 让更多人看到这一期节目 好 我们的专题正式开始 故事呢 发生在1803年的 伦敦汉默史密斯区 这个地区啊 有很多住在伦敦的朋友 非常的熟悉 因为今天的汉默史密斯啊 它其实已经算是伦敦的一个核心区域了 就在城中心偏西的这位置 泰晤士河的北岸 商业中心林立 最有名的就是伦敦的百老汇中心 那不用说房价也是嗷嗷的贵 但是呢 今天看到的这个繁华区域啊 它实际上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 才发展起来的 在那之前 这个地方 其实它只能算是伦敦的一个 当然不算是远郊 但它肯定是一个伦敦的偏远郊区 因为这地方遍布着农田跟菜园子 著名的圣保罗教堂倒是已经有了 因为圣保罗教堂是1660年建的 但除了这个圣保罗教堂之外啊 很多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标 比如说海明威喜欢的那家鸽子酒吧 那都是到了1820年以后才出现的 而我们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1803年 从1803年的12月开始 当地就出现了一些闹鬼的传闻 而且这个目击者还不在少数 甚至呢 还有人被鬼魂袭击了 要不说这鬼魂有尿性呢 人家都是躲鸡脚吓唬人 这个直接上手 很多人啊 说在晚上的时候 在那圣保罗教堂附近 会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 因为天太黑 也分不清楚这白影啊 是在那飘呢 还是在那走呢 还是在那跑呢 总之 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有的时候 它会突然就出现在人的身边 这多说一句啊 可能很多人在早期的一些西方影视作品里头 比如说米老鼠和唐老鸭 哎 你就看到过一些鬼魂的形象 都是什么样啊 蒙一大白布单子 然后头也不露出来 上面抠俩洞 那你把眼睛露出来啊 于是呢 作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来说 就会觉得有点不明就里 这蒙一大白单子 有啥可怕的呀 连个头都不露 那比东方恐怖观念里头 那大长头发 穿着红鞋 红衣服 上吊死 还吐着舌头 脸色惨白的女鬼 那视觉效果差远了呀 实际上呢 过去西方鬼魂那个形象 它是来源于裹尸布的 就是下葬的时候啊 要用这白布 把这死者的全身都给裹上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西方人看到这个形象 他会觉得挺吓人的 不过慢慢呢 裹尸布这个东西啊 就成为历史了 后来人都体面了 你看美国电影里头 那参加的葬礼在教堂里头 那都得穿着礼服 躺在棺材里头 最后还得有四个黑人 也穿着礼服 不是高兴吗 你给扛出去 一边扛着一边扭 还得有欢快的音乐 哎 这好像说串台了啊 一个是因为文明的发展 一个是因为全球文化的互相影响 就这种吓人的认知 后来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你现在也越来越多的 在现代这个美国的影视作品里呢 你就看到一些东方化的 这种鬼的形象了 虽然那个衣服 他们还是穿白的 但至少都换成长头发的女的了 这也侧面说明了 现在西方人也不觉得 说蒙个白色床单 那个鬼是一个很吓人的玩意儿了 咱们还是说回主题啊 据说这个鬼是怎么来的呢 说是有一个自吻而死的人啊 被埋在了圣保罗教堂的墓地里头 当时的人啊 都普遍认为 说自杀者的灵魂是有罪的 永远不能够安息 因为他违背了上帝造物的意志 所以呢 更加不能把他埋在教堂的墓地里 他有罪啊 教堂是上帝在人间的办公室啊 你说上帝把你造出来 你也没有经过他老人家的允许 也没有和他老人家商量 你就私自先死了 自己给自己做了把主 死了之后 您还埋在上帝他老人家的院子里了 您这不是给上帝他老人家上眼药吗 于是呢 随着这闹鬼的传闻啊 越来越多 很多人就怀疑 这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自杀者的关系 他的灵魂得不到安息 所以变成了猛鬼 才会出来袭击人 那么这个鬼魂 他具体是什么样子 他是怎么袭击人的呢 有一位酿酒师的佣人 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格罗姆 他就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 他说我那天啊 八点到九点之间 我穿过那教堂的院子 我当时呢 就把这外套夹在我这胳膊下面 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头 我跟这走着走着呢 我就看到那院子中间 他有四块墓碑 那个墓碑之后就起了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啊 就走得非常非常快 快的都不像是人的速度 突然他就走到我的身后来了 然后他双手紧紧的抓住我的喉咙 我立刻就觉得我快要窒息了 这个时候我走在前面的同伴 听到我在后面发出了声音 立刻就跑回来看我 然后开始喊 问我在哪呢 可是呢 我没法出声 因为那东西掐着我脖子呢 而且那个东西 在听到我同伴喊了之后 他突然就把我的这个头啊 往后扭 我呢 就怕他把我脖子给扭断啊 我这身体就跟着转过来了 可是当我转过头之后 我什么也没看到 可非常诡异的是 我觉得我的脖子还是被人给掐住了 于是我就挥拳打了出去 我感觉像是打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 就像打在一个大衣上 你看 这个讲述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可是有趣的是啊 在事后 格洛姆的同伴和警察 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痕迹 按理说啊 都已经掐的窒息出不来伤了 那应该脖子上会留下明显的乐痕才对 但很可惜 啥也没有 要不怎么能说是鬼干的呢 就是这么奇怪 之后呢 民间就出现了一个传言 说是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件 还有一些后果啊 更加严重 新旧伦敦这本书的第六卷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呢 他记载的这个姓名啊 不详实 我们姑且当做一个传闻啊 在这引用一下 说有一个可怜的女人 他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也是穿过圣保罗教堂附近的这个墓地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一个东西 那玩意儿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也是突然从墓碑上就爬了起来 但是呢 这个人的人影非常的高大 而且外表非常的白 但是因为天色当时很黑 他看不太清楚 不过他非常的害怕 他立刻就撒腿就跑 可那个鬼魂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很快就追上他 然后一把把他搂在那鬼魂的怀里 这非常出乎他意料啊 我还以为你要掐我呢 你怎么搂我呀 于是他硬的一声就晕倒了 几个小时之后 天亮了 邻居出来遛枣的时候 发现了他 赶紧把他送回家 但可能是因为 他被搂在那鬼的怀里 他受惊过度了 他在床上躺了两天以后 就原地去世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录的真实性如何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的证词 就非常可靠了 12月29号 教堂的夜班看守威廉吉德勒 他当时呢 在教堂侧面 有一个叫做比佛像的小巷子巡逻的时候 他突然就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啊 在不远处飘来飘去 从这个造型上看来 就跟那传说中的幽灵啊 一模一样 就像是谁把那大白单子盖在头上 白黄黄的 非常显眼 这个吉德勒 他是个职业保安 你想想 他是教堂的夜班看守 他手里有枪也有刀 关键是 这哥们信仰非常的虔诚 他压根就不相信 说在上帝的地盘能闹鬼 而且还闹一个能掐人脖子 这么有尿性的鬼 他绝迹不信 他就是吃保安饭的 所以呢 他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人 于是他看到那个白影之后啊 他蹭脚就拔出他那四十米长的大砍刀 直接迈开腿 就去追那个幽灵 他就想抓住他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结果就在他马上要追到这个鬼魂的时候 那个白影突然就趴在地上 他不动了 当吉德勒赶到的时候 他发现地上扔着一块白色的大白单子 说是果实布吧 又不像 更像是床单 而且显然那里面的内容啊 已经逃跑了 于是呢 这让他更加确信 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个鬼 就是个人 伦敦呢 当时还没有一直有组织的警察部队 警察还有 但是数量不多 这种规模性的抓捕啊 做不到 所以呢 当时的各个区域啊 他们的主要治安呢 都是靠着街里街坊 还有各个单位自己的这个保安力量 他们组成异警队伍去完成的 因为鬼魂的事情弄得当地人心惶惶 许多人都非常害怕 所以呢 吉德勒就负责组织了这么一支异警的队伍 几名市民啊 就组成了一个武装巡逻队 希望就能逮捕这个鬼魂 吉德勒给大家的理由很简单 鬼是无形的 他不会掐人 掐人的肯定不能是鬼 所以这肯定是个人 既然他是人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现在已经对人造成人身伤害了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抓到他 制止他 当然不是所有参加异警队伍的人 都像吉德勒的胆这么大 有些人仍然很害怕 可是听他这么说呢 也觉得有道理 再说了 整个街道 所有的男的都参加异警了 你说我要说我害怕 我不参加 那我算什么男人 所以呢 大家都踊跃参加了这个异警 于是每天晚上 这帮人就拿着自己的武器 在外边开始巡逻 1804年1月3号 晚上10点半左右 吉德勒呢 当时正在巡逻 他又走到了这个比佛里像这个位置 然后呢 在这个像子转角 他遇到了另外一名异警 这个异警呢 是29岁的税务官 他叫弗朗西斯·史密斯 史密斯呢 拿着一把猎枪 两个人啊 互相打了招呼 简单的聊了两句 史密斯就告诉吉德勒 说他今天晚上吃撑了 出来溜溜弯 打算呢 到他岳父家里啊 去看一眼 顺便看看能不能碰到这幽灵 吉德勒说我这正好我也巡逻呢 要不然咱俩就一块救活救活吧 史密斯说行啊 猴也不是 行啊 吉德勒先生 我11点从岳父家出来 然后我就去找你 今天晚上争取咱俩 就把这幽灵给拿下 两个人约好了之后 就分道扬镳了 晚上11点刚过 史密斯刚从岳父家里出现 他就看到了眼前有一个白影 这让他寒毛倒数 他本来啊 就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税务官嘛 参加议警 他就是凑个热闹 心想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巡逻 怎么就那么巧 让我碰着这鬼啊 但是眼前这个白影 似乎就是把他给吓坏了 实际上 这个白影根本就不是什么鬼 而是另外一个人 他叫托马斯米尔伍德 这托马斯米尔伍德啊 真的是特别倒霉 他是一个砖瓦匠 而正好当时砖瓦匠 这行业的制服就都是一身白 亚麻长裤是白的 洗得还非常的干净 他上面还有一个法兰绒的马脚 也是白的 还是新买的 然后腰上还围着一条大白围裙 你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大家全在外边抓白色幽灵的 您大半夜穿一身白出门 你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果然 这个不痛快就让他给找来了 其实呢 米尔伍德呀 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下班的时候 天还亮着呢 他一看天这么好 他就临时决定去看看 他住在黑石像的父母和妹妹 结果到了家里以后呢 就留下吃了个晚饭 吃完晚饭呢 又帮家里干了点活 干完活以后就这时间了 据他的妹妹安妮米尔伍德 后来说呀 在送走哥哥之后 他就立刻听到有人对他哥大喊 说该死的 你是谁 你是什么人 你这该死的混蛋 我要开枪打死你 之后 啪的一声 就没动静 开枪的人正是史密斯 被打死的人 当然就是找不痛快的米尔伍德了 听到了枪声之后 吉德勒和史密斯的两个 同样正在巡逻的邻居 立刻就赶往现场 然后就见到了这个史密斯 史密斯当时显得非常的激动 看到米尔伍德的尸体之后 大家全都惊呆了 没想到竟然打死了个人 于是呢 大家就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慌神了一会之后啊 大家发现这个史密斯呀 他非常的亢奋 不断的在那说话 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的在那解释 他到底是怎么碰到这个米尔伍德的 非常的激动 跳着说 于是大家决定啊 要不然先劝他先回家吧 先休息休息 而与此同时呢 一名听到枪声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在听了事发经过之后 他立刻决定逮捕史密斯 米尔伍德的尸体呢 就被暂时抬到一家旅馆里头 1月6号 有一名外科医生 叫弗洛尔 他检查了这个尸体 然后他宣布了死亡的原因 他的下颌呀 左侧中了一枪 因为当时用的是打钢珠的那种猎枪 其中有一颗钢珠 穿透了他颈部的脊椎骨 导致他死亡 史密斯呢被带到警局之后 他立刻就冷静了下来 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他被吓坏了 所以他对所有的事实都供认不讳 准备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了 警察一看这命案也没有什么疑点啊 也没啥可调查的 于是呢就迅速指控 史密斯犯了谋杀罪 不到一周之后就接受了审判 但是在法庭上 陪审团都认为 这史密斯他也没有逃跑 而且他主动跟到场的警察 交代了一切过程 所以呢他有明显的自首行为 另外他在被关押期间 一直都在自责忏悔 还有就是他不具备杀人的动机 这就让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当时甚至连控方也接受了史密斯的说法 他们甚至建议陪审团啊 考虑判处过失杀人 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陪审团自然也没有认定他是谋杀罪 就是做出了过失杀人的判决 但是呢请你不要忘了 当时啊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那还是在暗无天日 吃人不土骨头的资本主义大本营里头 这种明显带有非常现代化 色彩的判决是绝技行不通的 法官当时就说啊 这样的判决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根本就没这么判过 陪审团是用来裁定有罪没罪的 不是让你们来裁定量刑轻重的 所以说陪审团没有仁慈的权利 只有王氏才有 于是法庭就不顾陪审团和控方的反对 还是认定史密斯是谋杀罪 并且判处他死刑 然后就给王氏展现仁慈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走个刑事 但是宽恕这件事情只能国王敢 于是呢 在判决的当天晚上 国王的事务代表就宣布 史密斯被判缓刑 最后呢 史密斯在监狱里头待了六个月 就被放了 虽然结果是皆大欢喜 但是这并不是司法的运作方式 因为史密斯最终是被判了谋杀罪和死刑 虽然他没有被执行死刑 而且这个案子很快就结案了 但是英国的司法界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案子 不过这是后话 虽然出了命案 但是伦敦仍然不平静啊 因为正事还没有个头绪 那鬼魂还在外面到处掐人脖子呢 一起接一起的目击事件频繁发生 甚至在史密斯审判的过程中 圣詹姆斯公园就出现了一起鬼魂的目击事件 甚至还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 更夸张的是 在白金汉宫旁边 皇家卫队的军营 那里边竟然有两个皇家卫兵 他们分别遭遇了疑似是同一个鬼魂 其中一个人还签署了一份目击事件声明 这声明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 大约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 没有头从地里爬出来 在我面前大约三英尺的距离 我非常的惊恐啊 以至于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特别想跟这女的说话 我想跟她对话 我想搞清楚她是个什么东西 很快她就离我越来越近 我清楚的看到 这个身影穿着一件红色条纹的长袍 每条条纹之间都有红色的斑点 而且在我看来 衣服和身影的那一部分啊 似乎是被一团云雾给笼罩着 大约过了两秒钟的时间 当我的眼睛盯着那个物体的时候 它突然就从我的视线里头消失了 另外一个人虽然没有签署声明 但是从他的描述来看 他们俩看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结果这俩人啊都深受刺激 不得不住院治疗 两个人都认为看到了一个鬼魂 有些报道说呢 还有其他的人也看到过这个鬼魂 但是因为没有提供看到人的名字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引用了 很快这件事出来之后 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揭秘 他们派出了几个记者去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记者啊就查明了 说这个北京汉宫旁边啊 就是那威斯敏斯特学校 这学校里头有一对吃饱了 没事干的学生 这两个人呢就在街对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头 架了一个投影设备 然后对那个皇家卫队啊进行恶作剧 当时这类东西呢通通称为幻术 幻术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新鲜的玩意儿 之所以让泰晤士报有这样的结论 是因为当时比较流行一个经典的幻术 就是用一种叫做摩灯的东西玩投影 摩灯是啥样呢 其实就是没有小型化的幻灯片投影机 我小时候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个 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用不用那幻灯片了 估计现在应该都用投影仪了 那种插幻灯片的投影机 它就是以摩灯为原型 然后不断小型化之后才出现呢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投影镜头 通过一个孔 后面是一光源 然后在盒子里放一个画片 如果投的是个影子 有可能会放一个二次元手办什么的 因为当时没有电 所以呢光源就是蜡烛或者灯笼 在强光的照射下 那个图像会被投射到对面的墙上 在当时有很多商业化的幻术表演 就是那种舞台上表演的幻术啊 他们的设备就更加专业一些 他们可以挂上透光的那个布料 这样的话呢让那个幽灵看起来 就像是站在舞台上那表演者身边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看泰晤士报的这个解释 其实非常的拙劣 你想一想啊 远在电灯发明之前 简单的用一个灯笼 它很难产生足够明亮的光源去投影 而且就算有的话 那个光源也只能满足近距离观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个常识距离越远的时候 那图像会变得越大越散 这个问题呢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很好解决啊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投影仪了 你问他们家小孩可能都会告诉你答案 家幕布 定焦距 不过遥控器要随时抓在手里啊 父母走过来的时候赶快切到动画片 但是呢 在当时那个万恶的旧社会 这么远的距离能够清楚的对焦 清楚的投影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一个平整的投影幕布 但就算是有这么一个幕 在这两个士兵面前 那个图像 也只可能是一个平面的图像 一个二次元女鬼有什么可怕的 完全可以拿来撸 哎不是 它二次元平面是没有距离感的 怎么也不可能说 看着那东西越走越近呢 又不是真子 就算真的是真子 那很多单身多年的单身狗 也不能放过它呀 另外呢 就说投这么一个平面的 那也得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投影的那个光源 到投影那个地点 中间没有遮挡才行 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呀 要从泰晤士报所说的校园里头 投影到公园里头 那中间还隔着很多街道 这根本就不可能清晰的投影过去 所以这种解释是不合理的 另外 伦敦从1801年就开始有商业的幻术表演了 在当时这玩意可是个新技术 那不亚于今天的VR眼镜 这就引起了现象级的追捧 很多人都把到现场去看幻术表演 当成一种时尚 这种表演呢 价格也不贵 谁都能负担得起 汉默史密斯当地 就有很多这样的表演团体 不定时的表演 所以有理由相信 在当地有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种幻术表演 连汉默史密斯这种郊区都不会认为幻术是一个多陌生的东西 那可想而知 其实伦敦人对于这种幻术表演 他是有非常深刻印象的 这非常有可能就是汉默史密斯幽灵被添油加醋的一个关键点 当汉默史密斯出现了幽灵之后 目击者是少数人 但是呢 他的传播范围却非常的广 大家可能向他的朋友们转述的时候 就结合了幻术表演进行了语言加工 要知道啊 当时伦敦有50%的人是文盲 幻术表演一般也都是跟幽灵啊 通灵啊相关的这个内容 所以人们对幽灵的描述 很可能借鉴了这些幻术表演的内容 毕竟大家都是听说 那掺点自己的想象也合情合理 那么汉默史密斯的幽灵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 真相 简单的 有点不可思议 都不太敢让人相信 这个幽灵 它确实存在 但它确实是人扮演的 就在史密斯受审的时候 因为媒体对这个案子的关注 每天都是头版头条的报道 这个时候 那个真凶害怕了 这个真凶啊 是个老实人 他的名字叫约翰格雷厄姆 他是一个朴实的老邪将 他的店铺位置在哪儿啊 就在圣保罗教堂旁边的彼佛像里 当时英国的手工业啊 和中国过去是一样的 都是学徒制 他呢 就有几个年轻的小徒弟 平时呢 这几个徒弟就给他干活 但是这几个徒弟啊 因为都是年轻人嘛 非常的不听话 老是半夜跑出去做爱 做的事情 比如说喝酒啊 打架啊什么的 所以呢 这格雷厄姆这老邪将啊 他就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 他用那白床单把自己全身给盖住 头上掏俩洞 把眼睛露出来扮鬼 最一开始 他就是打算吓唬他那几个学徒 结果呢 开始干这个事之后 他才想到 那光是吓唬那几个学徒 这样的话 受害者范围太小了 很容易被人识破呀 那学徒又不是傻子 那咋那鬼满的街掐脖子 就找着我们几个掐呢 所以呢 他想了想他就干脆躲在这几个学徒的必经之路上 他无差别的吓唬别人 这样就制造出来了一个外面闹鬼的传说 你别说 这个疗效啊还真是不错 他那几个学徒晚上还真就不敢出去了 而且呢 还到处给人讲这个鬼故事 可是呢 他没有想到 他这几个学徒啊 直接就给他的儿子讲了 他那儿子直接就吓尿了 出现童年阴影了 这就让这格雷厄姆啊觉得这玩笑玩的有点大 更让他害怕的是 他没有想到竟然会出了这么多撞鬼的目击事件 他自己其实只干过几次 但突然出现了这么多人都说见过鬼 这就让他有点非常担心 尤其是他发现在他收了手之后啊 这个鬼仍然频繁的出现 再加上史密斯受审这件事 刺激到他了 搞出人命来了 所以他认为事情大条了 所以呢 他就主动找到警察去自首了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啊 因为他提供不了自己装鬼的决定性证据 虽然他拿出了大白单子 但是这大白单子谁家都有啊 而且死人这件事 跟他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法院竟然不受理这个案件 于是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格雷厄姆受到惩罚的记录 那现在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约翰格雷厄姆已经停止装鬼了 那么鬼是从哪来的呢 还有为什么鬼的样子产生了变化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有一点点困难 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呢 就是出现了模仿者 可是因为模仿者也没有留下其他 他可以查证的资料和证据 所以我们只能说 模仿者是最可能的一个可能 但是我们也不能下定论 说所有的事件都是模仿者干的 而且从这个报案量上看 这得有多少模仿者啊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 就是在丧尸的传说和画雅森林的吸血鬼 这两期专题里头我们都讲过的一个精神病学概念 它叫做群体性歇斯底里 群体性歇斯底里也是英国政府和学术界 给汉默史密斯闹鬼事件下的一个最后结论 说到这个群体性歇斯底里啊 有名的故事可是一大堆啊 虽然这不是经常在人类社会里头能发生的事情 但其实它一直都在发生着 1844年有一个叫海克的医生啊 他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世纪流行病》 在这本书里 他就记载了一个有那么一点点恐怖的故事 他引用了一本黑死病时期的医学教科书 就说在中世纪末的某一年 有一个法国修道院里头的修女 她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喵喵叫 学猫啊就不会说人话了 变成猫娘了 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呀 不久之后 这个修道院里其他的修女也都开始学猫叫 开始跟这第一位修女啊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了 最终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所有的修女每天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一起打叫 这让周围的社区啊感到非常的害怕 就报了官 怀疑他们在修道院里头 搞黄死 搞什么邪教仪式啊 一直到警察威胁 说要鞭打这些修女 然后这些修女才不叫了 海克的这个记录啊 具体年份和地点都不详 但是鉴于海克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黑死病研究专家 具备相当的公信力 所以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这个记录是真实可靠的 因为中世纪还有过另外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件 可以证明这一点 1784年德国作家齐默曼在他的书 这本书叫《关于孤独》 你一听这名就知道是写神经病了 就在这个书里啊 记载过一个在1400年左右发生过的遍布全欧洲的现象 那就是在德意志地区的一所修道院里头 突然出现了修女咬人的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迅速就在那所修道院里头蔓延开了 修女们啊开始嗷嗷互咬 之后呢就是其他的修道院发生相同的案例 最后竟然波及到了意大利的北部跟荷兰的很多修道院里头 这些地区的多所修道院都记载了这种情况 你看这两件事情有共同点 它们都发生在什么呀 修道院里头比较封闭的地方 而且都是女性发病 而且呢它们都发生在宗教意味比较浓厚的地区 虽然有这些共同点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呀 那毕竟离现在那么长时间了 那技术又不是特别的详细 这能拿来说明具体问题吗 那好咱说两个比较近的 也比较有名的事 1944年秋天 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小镇叫马托恩 其实英文叫马桶 我觉得不太雅 所以我翻译成马托恩了 就在这个小镇发生了一件怪事 有一些居民报告说呀 他们在半夜被一种奇怪的 令人作呕的气味给弄醒了 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各种症状 包括下肢瘫痪 呕吐 有的人还看到了一个黑影 通过打开的窗户 往他们的房子里头注入某种气体 闻起来啊像是瓦斯 但是又不致命 而且这个人呢也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 他也从来没有杀过人 他也没有偷过东西 他也没有抢过人 所以当地的居民啊 就觉得莫名其妙 就给这个人取了一个名字 管他叫疯狂的麻醉师 这个有的书里头把它翻译成叫疯狂的加瑟 这加瑟呢其实就是gaser 就是瓦斯不是gas吗 他这就是瓦斯人 我呢就管他叫麻醉师了 听起来比较变态 说起来比较带劲啊 这马托恩啊 它是一个制造业小城 它呢位于两条铁路的交界处 处于一望无际的中西部农业平原里头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平静 人口也特别的少 出现这么一件事情 那自然是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要知道啊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大背景 这时候的美国人啊 普遍缺乏安全感 因为正在打二战呢 美国当时呢 正在跟纳粹德国和日本交战 毒气袭击啊 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担心 而且后来这个担心啊 还真就成真了 就在这个疯狂的麻醉石这恐慌啊 发生之后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日本呢为了扭转战局 突发奇想 开了把脑洞 就做了9000个氢气球 然后在这氢气球上绑上了炸弹 然后就乘着风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跨过了太平洋 竟然就把它吹到北美去了 虽然绝大部分气球 都在太平洋上爆炸了 但是呢仍然有300个气球啊 真的就飘到了北美 甚至还炸死了人 1945年的5月5号 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妇女和5名儿童 他们在树上发现了一个气球炸弹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觉得可能哎呀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他们就要把这个气球从树上给拉下来 结果在拉扯气球的过程中 发生了爆炸 造成6人当场死亡 这次死亡案件也成为二战期间 美国本土唯一的一次平民伤亡事件 所以你看马托恩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的那个恐惧也不是没来由的 而且这个恐惧呢 当时是全美国人都有的 并不是说这一个地方才有 虽然说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居民 他不太担心说会有气球炸弹这种东西 但是他们担心啥呢 他们担心啊 德国特工有可能会带着毒气 在他们那个小镇上游荡 毕竟毒气曾经在一战的时候 被广泛使用过 这些居民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疯狂麻醉是第一次出现 是在1944年的9月1号夜里 当时盟军正在收复法国和比利时 德国开始出现败事 但在这个距离半个地球远的小镇上 居民们却开始怀疑啊 自己是不是真的安全了 纳粹德国当时节节败退 所以呢 这些居民就开始担心说 纳粹会不会狗急跳墙 用什么非常手段来折磨我们呀 当天晚上 有一名叫做爱林克尔尼的年轻母亲 她深夜被一股奇怪的甜味给熏醒了 接着呢 她同床的女儿也醒了 问她说 妈你闻到什么味了吗 结果这个爱林克尔尼还没有回答 她就惊讶的发现 她自己的脚动不了了 瘫痪了 于是呢 她非常的害怕 她立刻大声呼救 当时啊正好赶上她姐姐从芝加哥跑到这来看她 就住在他们家了 她姐姐听到她的呼救声之后啊 立刻跑进屋 也闻到了这个奇怪的气味 而且明显是从打开的那个窗户里头传进来的 所以呢 他们立刻就报了警 可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警察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是警察注意到 克尔尼并没有双腿不能动的情况 他走得很利落 所以呢 警察也没当回事就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 她的丈夫开着出租车下班回家 结果在屋外发现了一个徘徊者 于是他们再次报警 但同样一无所获 警察啥也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脚印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人走过的痕迹 虽然警察什么也没有找到 但是有一拨人非常的高兴 那就是马托恩当地唯一的一家报纸 报纸的名字就叫马托恩日报 因为这个报纸实在是太小了 很难得搞到这么一个大新闻啊 这镇上一共也没俩人 克尔尼夫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不幸 那肯定是头版头条报道啊 于是呢 他们就登了一个标题 这标题啊非常长 神秘麻醉师逍遥法外 克尔尼夫人和女儿是第一批受害者 劫匪未能进入家中 你看啊 这就是媒体有意思的地方 就这么一句话 他做了三个假设 他第一 他说克尔尼夫人和女儿是第一批受害者 第二 他说神秘人使用了某种麻醉剂 第三 他是一个劫匪 可实际上按照当时警方的记录 这三点根本一个都没有确认 警方甚至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人做了这么个案子 因为按照当时警方的侦查能力 完全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关键是克尔尼夫人说他瘫痪了 可是警察到的时候 他跑跑跳跳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报道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为就在几天之内 又有好几个人打电话给警察 说他们也遭到了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神秘人的袭击 日报呢 又在9月5号的报纸 发表了这些后续的故事 再次强化了这个概念 接着 一场在小镇内的混乱终于开始了 又有两个人在读到这些报道之后 向警方报告了疯狂麻醉师的袭击事件 从这之后 几乎每天都有几个人报案 9月10号的时候 单日向警方报案的数量已经高达七起 而这个时候 故事已经蔓延到了其他地区 9月11号 芝加哥先驱导报 在头版也报道了袭击事件 而且他们也用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标题 伊利诺伊州政府追捕疯狂麻醉师 可实际上 整个伊利诺伊州所有的警方 都没有能掌握任何这个袭击真实存在的证据或者线索 但是呢 他这么写又没什么毛病 他又没说是通缉这个疯狂的麻醉师 所以他也没有造谣 就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说 州政府正在追捕这个麻醉师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结果在13天内 一下就出现了25起袭击事件 但是这些袭击事件的描述吧 却又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人说呢 我看到了一个神秘人 这人吧 他带着一个像是自行车打气桶子的 那么一个手持的喷洒装置 然后上面连接着某种化学品的圆筒 可是呢 有的人说 我啥也没看见 我只是闻到了有点甜的气味 那么关于闻到这个气味的那个症状的描述啊 也是五花八门 但几乎所有人都说啊 是闻到了一种甜甜的气体 之后就不一样了 有的人说呢 说我的口腔啊 喉咙啊 嘴唇啊 有灼烧感 有的人说我恶心想吐 有的人说啊 我暂时性腿部瘫痪了 但奇怪的是 当警察赶到现场 所有受害人的症状都消失了 没有任何人有持久的影响 警察也没有发现任何实物的证据 最接近找到证据的一次 是有一名妇女报告说呀 说她寻着那个气味 找到了他们家门廊上放着的一块抹布 她拿起来闻了闻 结果立刻她这个口腔和喉咙啊 就有特别严重的那个灼烧感 警察呢 就赶紧把这块布啊 拿回去化验 结果他们化验了半天 没有在这部上发现任何的东西 而回到马托恩 这小镇当时已经乱了套了 很多居民啊 也自发组成了异警的队伍 开始在街上巡逻 寻找这个神秘人 不过警方在这个案件上 一直保持着冷静 对于他们来说 有没有这个神秘人的判定 非常的简单 就是有没有直接的证据 能证明有这么个人存在 因为警方认为这非常的不合情理 一个人没有任何目的 没有任何动机 他往别人家里打毒气 然后所有号称闻到这个毒气的人 在警方感到之后 又神奇的没有任何症状 也没有人家里被偷 被抢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没有留下脚印 没有留下衣服的碎片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问题啊 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刑侦范围内的问题 所以警方在寻求其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 警方首先告诉所有的小镇居民 疫警是不合法的 制止了他们在街上巡逻 之后 马托恩的警方联系了伊利诺伊州大学 不过在整个和伊利诺伊州大学合作的过程中 警方呢还是遇到了问题 因为大学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警方是一致的 说白了呀 就是屁都没有你说你码呢 你让我们研究啥呀 其实归根结底是什么呀 是警方找错了部门 因为他们当时找的是化学专业 他们想问问 有没有一个毒气 是可以造成这些描述中的症状和后果的 伊利诺伊州大学化学系的几个专家 看了案情之后 就对这事完全失去了兴趣 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已知的气体 能够导致腿部暂时性瘫痪 或者说什么其他描述的这个症状 导致相似症状的毒气 有 但是能让受害者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没有 不过呢 本着严谨的研究精神 他们还是给了警方一些专业的分析 绿坊 也就是三绿甲烷和乙迷 倒是都被认为 它可能是潜在的这个毒气 这两种气体都跟麻醉有关系 而且呢 都有一种微甜的气味 但是问题不出在这两个气体上 出在那个喷腔上 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算出来 就算是马托恩最小的独栋住宅 那屋子里面大概也有25万升的空气 如果你想让滤坊产生症状 浓度需要达到万分之一才行 也就是说 需要至少25升的滤坊才可以 乙迷的产生症状的浓度 跟这个滤坊差不多 当时可没有移动电源这个东西 如果是自动的喷洒设备 那么必须要带着发电机 但是那发电机那个东西 突突突突的 那能安静的把这个气给打到屋子里去 不被人发现吗 那不可能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人带着这么一个25升容量的喷腔 他必须得用手动的方式 把这个气体压到那个屋子里头去 那么他大概需要不停的在那压 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这屋子里头才能达到让人麻醉的那个浓度 可是同一天有若干起报案 那么这只可能是很多人才能做得到 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 他能一点痕迹都不被留下吗 这镇上才有多少人呢 再说了 绿坊跟乙迷的中毒症状 跟这描述也不相符 呕吐和眩晕是有可能的 但是局部麻痹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只能造成腿部麻痹 那为啥还需要局部麻醉这种技术呢 那直接吸乙迷不就完事了吗 可实际上 乙迷确实可以造成麻醉 但是呢 只能造成全身的麻醉 过量吸入乙迷啊 甚至会导致出现呼吸系统麻痹 然后就憋死了 所以呢 伊利诺伊州大学啊 直接给出了他们的结论 这不是化学和医学的研究范畴 当警方公布了这个结论之后 您猜怎么着 所有的袭击事件啊 竟然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那叫一个地道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结论 但是呢 他所引发的一连串的现象 却让伊利诺伊州大学 另外一个专业的学生 感到非常的有趣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年 就是1945年 心理学系有一个本科生 叫唐纳德约翰逊 他呢 就写了一个 关于这起事件 唯一一篇真正的学术文章 名字叫 《马托恩的幻影麻醉师》 这篇文章呢 后来发布在了《异常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他呀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因果联系 因为你知道报纸啊 他们计算那个版面 它是以平方厘米算的 所以呢 约翰逊就列了一个 以平方厘米为单位的 当时所有参与这个报道事件的报纸版面 跟报道数量的这么一个对比图 这个对比图就显示出了 非常明确的因果效应 如果一份早报用头版刊登了一个目击事件 那么当天就会有很多人报案 而这些人报案会导致更多的报道出现 有趣的是 当时正好赶上了美国的劳工日 所有的报纸啊 休刊两天 而就在这两天就没有发生任何目击事件 当然从统计学上看 13天25篇报道 这个数据量还是太小了 所以呢我们拿这种结论作为一个定论 这并不成立 但是案件的发生频率 它确实和报道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而且没有相反的证据 能够驳斥这一点 所以说这篇研究是绝对有价值的 以至于后来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啊 这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群体性歇斯底里事件 而且是教科书式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把这次事件纳入到群体性歇斯底里的这个研究范畴去看 你就会发现 这跟我们之前说的两个中世纪案例非常的相似 在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里头 群体性歇斯底里 它是有病理学解释的 之所以它被认为是神经病 而不是一个心理问题 是因为发病的人群都出现了明确的生理症状 当大规模的恐慌情绪开始在一个群体内传播 它就会导致其中的个体 因为恐慌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是我们身体啊 对情绪压力的一个反应机制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运动能力 可以提高我们的反应能力 可以让我们的感官在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的敏锐 但是呢 它有副作用 它会拉紧毛细血管 让我们的肌体产生一些症状 比如说呼吸急促啊 恶心啊 呕吐啊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样的恐慌情绪 才会导致群体性歇斯底里呢 那要照你这么说 随便一个病毒流行都应该出现群体性歇斯底里啊 那我咋没见过呢 这个问题啊 没法回答 因为迄今为止呢 这个病的治病原因尚不能确定 只能说有的时候它会出现 有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 而且大部分时间啊 整个群体并不会陷入群体性歇斯底里的这个症状里头 但是呢 虽然我们不清楚治病原因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病的了解很少 因为在医学上已经对群体性歇斯底里有一些明确的总结和描述了 有几个典型的特征 比如说没有明显的可以在事后化验或者检查出来的症状 症状出现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暂 症状会快速发作 但也会快速恢复 大部分都发生在相对隔离的群体中 群体事前存在着极大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通过视觉啊 声音啊 口头交流的这些方式传播 症状呢 总是从年龄比较大的那个人群开始 然后随着年龄下降 递减 女性参与者占多数 基于这几个特点 英国的精神病学家西蒙·威斯里 他把群体性歇斯底里就分成了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 是大规模焦虑 并且伴随着群体性的异想 也就是妄想啊 这种焦虑呢 它是由急性焦虑发作造成的 它经常会发生在学校里头 而在发生这种焦虑之前呢 事先是没有恐慌感 它是通过视觉或者语言的描述 迅速在这个群体内扩散 第二种呢 叫大规模运动性妄想症 这种呢 就是由运动行为的异常引发的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任何年龄组 而这个人群 事先可能有一定的恐慌感 这种大规模运动性的妄想啊 它一般会以一个明确的始发病例 作为K端 然后逐渐扩散 而且它在这个群体内存在的时间 可能会非常的长 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更深入一些了 这个研究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员 他叫蒂莫西琼斯 他根据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 所有发生在美国的群体性歇斯底里的案件 整理出来了一个数据 那就是67%的人啊 会出现头痛 46%的人呢 出现头晕或者头昏 41%的人恶心 39%的人出现了腹部痙攣或者疼痛 31%的人出现了咳嗽 30%的人出现了喉咙痛或者灼烧感 19%的人出现了呼吸困难 10%的人出现了呕吐 10%的人出现了刺痛麻木或者局部麻痹 怎么样 听完了这个症状的总结 是不是感觉有点那个味儿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可能更能说明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 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一周 美国其实还出现过另外一起攻击事件 那就是有人寄了含有探居军包子的那个信 给了美国几家新闻媒体办公室 和两位民主党参议员 结果呢 造成了17人感染 5人死亡 而随后针对这次攻击事件的调查 也成为了美国执法史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调查之一 我们呢 就不去关注这个事件的本身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本期专题的内容 和这期内容相关的是 在随后的两周内 美国发生了2300多起探居的报案 但是呢 经过警方的一一核实 他们发现这2300起报案都是假报案 可是所有的报警者都跟警察说 我出现了就媒体上写的呀 一模一样的症状 我肯定是被那个探居给感染了 你现在再想想 这种情况是不是让你更容易理解了呢 当你阅读了某段文字 然后想一想 呀 自己有这个症状 你突然意识到 我也可能得这个病了 所以说呀 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头摆一堵 而你再结合这前面的几个故事 想一想 它们是不是都符合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特征呢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在最近发生的故事 可能会让你更有代入感 你还记不记得在2016年呀 全球发生过一次匪夷所思的恶作剧 叫小丑袭击事件 深夜 你开着车在僻静的小路上 结果车灯照射那个距离呀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小丑 拿着棍子冲你比划 你害怕的赶紧踩下油门 小丑在你的车上面重重的拍了一下 之后呢 你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追着你的车跑 随着你的加速 他被越拉越远 这些事件呀 是从2016年8月开始 首先是出现在了美国 然后是加拿大 之后是整个英语区 然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的国家 第一起事件 是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绿湾 本来呢 这个事件呀 其实是斯蒂芬金那个小说 改编的那个电影的一个营销噱头 那个电影就是他 结果没成想啊 威斯康星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各地开始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 很快整个英语世界都开始发酵 2016年10月初的时候 这个事件 扩展到了加拿大 也扩展到了英国和澳大利亚 接下来 全球小丑目击报告都急速增加 19个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的报案 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 全球的报案总数 更是超过了两万起 这其中呢 有一些是可以被证实的恶作剧 有的人啊 就是觉得好玩 自己装扮了小丑 站路边吓唬人 拍成视频 然后传YouTube上去 还有些人呢 因此被暴打 甚至被枪击 但实际上 绝大部分的报案 都是假报案 我呢 就以德国的报案数据 来举个例子 在当时 德国警方接获的相关报案数量 有200多起 但其中只有30起被确认是真报案 但是这真报案里头可不都是关于小丑 只有三起可以确定是小丑作案 但是这些人不是恶作剧 他们是真的戴着小丑的面具实施抢劫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只有14岁 可见除了恶作剧之外 还有些人是混水摸鱼干坏事 但即便是你把这些人都算进去 实际上真报案的数量也是少之又少 在当时德国警方对心理学家的这个咨询中啊 已经得出了一个跟疯狂麻醉师非常相似的答案 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歇斯底里 很多人本身就害怕小丑 小丑的形象跟媒体报道强化了这一点 他们并没有真的见到那个小丑 并没有人站在路边 只是因为群体性歇斯底里这个效应 使得很多人带引号的看见了小丑 其实你仔细想想小丑的这件事 这简直就是一个现代互联网版的汉默史密斯幽灵啊 一个真实出现的鬼魂 他带动了一些人模仿 然后大量的人宣称目击了 数量远远超过模仿的人 而每个报案的人都坚信自己真的看到那个鬼魂了 有些人还被鬼魂给掐了脖子 有了生理反应 可是被掐了脖子的警察又检查不出任何伤痕来 所以呢只好把它归为假报案 换句话说 大部分目击者可能没有骗人 他们是被自己的感官骗了 而所有的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感官如果想让你相信 你的面前有小丑或者幽灵 你根本就无法察觉到它是真是假 就像你在看完百度上的症状描述之后啊 你的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感觉 而你对文字啊图像啊视频啊 这些印象 它就夸大了你的感官 让你一开始也相信 你也具备相同的症状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 对于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研究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在上期斯坦福的监狱里头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类似的这种社会心理学的试验啊 很难做 你也很难确认试验结果的这个有效性 因为心理学呢 它是一个主观范畴 它没法做到客观研究 虽然说这个群体性歇斯底里 它可以在病理上确认 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但是呢 它仍然涉及到群体 而且它也带有一部分心理学的特征 至少它的诱发条件是心理学范畴的 那么一旦某个群体性的疾病 它带有这个特点 那么它就会缺乏进行控制试验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对个体的研究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你看最直接的困难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在受害人身上找不到任何证据残留 你发现一群人生病了 然后你去进行调查 你测量了一切你能够测量的 或者你想到要测量的东西 但是你仍然找不到任何物理原因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那么对于一个医生或者对于一个警察来说 在客观事实上 那就是没有发生这件事 可是对于受害人来说 他们又非常确认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所以啊 我们只能笼统的 把这些都归咎于群体性歇斯底里里头了 可要是说到底什么东西可以纳入群体性歇斯底里 什么东西不能纳入 这些案例之间 他们有什么病理上的区别 他们的致病原因应该怎么分类 这些就都不是目前我们这个研究结果呀 能够回答的了 但是呢 人类研究这玩意到现在啊 也已经确实的知道 他跟肾上腺素有关系 那就说明 也许我们人类离答案不太远了 再回到汉默史密斯的幽灵上 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没有聊完 那就是他究竟怎么改变了英国的司法 英国的司法界啊 记这个案件 记了180年 一直到1984年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给史密斯枪杀米尔伍德一案 平反了 1983年11月 发生了另外一起案件 有一个叫做格莱德史东 威廉姆斯的年轻人 他在大街上遛弯呢 突然啊 就看到有一名男子 他正在粗暴的拖拽着另外一名年轻的男子 然后被拖拽的那个男的呀 大声的呼叫 哎呀妈呀 打死人了 威廉姆斯呢 就以为啊 这是站着的那个人 正在打地上那个人 于是他就冲过去 伸张了正义 因为威廉姆斯这个人啊 他年轻力壮 身体条件特别的好 于是他挥起他直径50厘米的拳头 狠狠的打伤了他认为的那个袭击者 可是当人群围上来了之后 大家都在骂他 结果他莫名其妙啊 他问了一圈才知道 地上那个人啊 其实是个小偷 他在偷人家钱的时候 被站着的那个人发现了 站着那个人就过去干预他 要把他扭送警局 结果呢 刚走一半 这威廉姆斯就冲上来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抱垂了人家一顿 结果呢 因为这个威廉姆斯打伤了人 所以他随后被判伤害罪 这威廉姆斯被判了伤害罪之后呢 他就不服 他就决定要上诉 很幸运的是啊 这个案件被英国的最高法院 视为一个典型判例 所以呢 由最高法院重审此案 而在重审的过程中 当时的首席大法官莱恩勋爵 就翻出了当年史密斯枪杀 密尔伍德一案 你肯定觉得这不是有病吗 这么久的案子 你翻他干嘛呀 这是因为啊 英国的法律机制非常特殊 他们的司法系统呢 是普通法系 这个呢 也被俗称为英美法系 或者叫海洋法系 这种法律体系呢 它跟欧洲啊 和中国啊 这种法律体系啊 区别非常的大 因为它叫做非成文法 什么叫做非成文法呢 这就是相对于欧陆法系啊 它有一部法典 所有的判决呢 我们就以这法典上 写的东西为准 但是非成文法里头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 他们要反复参考 之前案件的一些判例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案子 直接被抽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呢 他们每年都会抽取一些 他们认为特别典型的 这些司法案例 然后由他们来对这些案子 做研究 然后呢 做出判决 而他们做出的判决 而他们判决的这结果 就会作为以后各地法院 处理这种同类案件的判例标准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认为啊 法律这个东西 应该是大家在某个时期的 某种道德共识 就是当时约定俗成的东西 它不能是一个固定的 应该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做判别 当然啊 这不意味着说 他们的法律总是在变化 某个时期 不是说三天五天 也不是说十年八年 这个时期啊 说的是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而且一旦做出了判例 那么这个判例 是不能随便改的 只有在确实能证明 之前的判例确实有问题 那么可以更改 当然啊 说到这儿 我知道又有很多朋友的键盘啊 按捺不住了 你放屁 难道英国就没有成文的法律吗 有的别激动啊 以判例为司法标准 不等于没有法律章程 判例的结果 当然是要写入法律章程里头的 司法体系啊 没有绝对 欧陆法系里头的章程 有的时候也会参考判例来修改 所以英美国家不是说他没有法律 他们仍然有刑法 有民法的条款 其他的国家也会有很多案件 要看最高法院的判例来决定 我们该怎么判 如果你还是不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就再说的具体一点 比如说莱恩勋爵 他首先认定 威廉姆斯的这个案子呀 不构成伤害罪 因为判他有罪的那个判例来源 就是史密斯枪杀米尔武德案 莱恩勋爵啊 用短时间重新阅读了 当时案件那个卷宗后发现 史密斯枪杀米尔武德案 最后被裁定为谋杀罪的理由 是不充分的 因为当时的陪审团跟法庭 甚至连控方都认为 史密斯是过失杀人 但是呢 又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 必须要求判处谋杀罪 再由国王来展示仁慈 可是国王展示的这个仁慈 并没有推翻之前的判决 他就真的是一种仁慈 史密斯的罪名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所以在法律上 他仍然是谋杀罪 被判处死刑 只是因为国王的仁慈 后来导致他被关了六个月 但名誉上 这个判决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说 如果你依据的这个判例 就是错误的 那么威廉姆斯这个案子 就不能依据这个判例来定罪 他的解释是什么呢 在涉及自卫或者防止犯罪的这种案件中 如果陪审团得出的结论 是被告相信 或者他可能相信 他正在受到攻击 或者他正在面临危险 而且他有必要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 或者去防止某个犯罪 那么检方的指控就是无效的 哪怕陪审团认为 被告人秉持的这个信念是错误的 或者不合理的 可如果被告人真的相信他自己相信的那个信念 也就是说他相信那个人是个坏人 那么他的行为只能是过失行为 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人物是陪审团和法官和国王没有任何关系 在当时的案件中 国王最后作为了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这个因素作用应该被立刻排除 那么一切就非常的明朗了 在当年史密斯这个案子里头 史密斯抱持的那个信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错的吗 但是他仍然按照这个他以为正义的情况去执行了 所以在陪审团和控方认可了他的说法之后 那么他就是过失杀人 他不是故意杀人 因为他当时相信他确实是在自卫 至于陪审团如何认定 这是一个复杂的法庭技术问题 这需要大量的证据和辩论 不是说我觉得我是在行使正义 你就是 这仍然需要大量的司法证据来佐证才可以 史密斯枪杀米尔伍德案 当时设计了大量的证人证据证词 那么经过这种严格的检验之后 法庭认为史密斯的证言是可靠的 那么威廉姆斯的这个案子也是同理 威廉姆斯坚持认为一个人在攻击另外一个人 他确实相信他做出的这个判断 然后他又按照这个信念进行了攻击 那么只要检方在技术上证明不了 被告人是故意的 他在撒谎 威廉姆斯就只能是过失伤人 你不能判他伤害罪 于是就这样一个发生在1983年的案件 先是推翻了180年前的一个判例结果 史密斯当年的谋杀罪指控啊 终于在180年后被撤销 之后呢 这个案件的本身也被推翻了 威廉姆斯的伤害罪定罪也被撤销了 改为了过失伤害 这两个判例啊 就这么被写入了英国的司法系统里头 在2008年重新修订的刑法与移民法里头 被列为了第76条 成为了正式的法律 所以这么看来啊 法律是个严谨的东西 但有时候 它的严谨性 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得到验证 所以说呢 汉默史密斯的幽灵 他确实从侧面上改变了英国的司法 但并不是这个幽灵直接去改变的 英国政府也没有承认 这个闹鬼事件是存在的 但是闹鬼事件衍生出来的两个问题 他们是承认的 一个就是那件长达180年的司法纠纷 另外一个就是到今天 还隔三差五会发生的 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现象 那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有没有过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经验 或者疑似的经历啊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在班里流传过怪老头的传说 很多小朋友都说 亲眼看见过一个怪老头 这个传闻啊在当时非常的广 后来呢还被引用写成了儿童文学 一开始呢我以为只是在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传闻 长大了以后呢 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 我才发现它很有可能啊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传闻 那么这些传闻之间是怎么串联的呢 你听没听过类似的故事呢 评论里给我们讲讲呗 好了本期节目就讲到这儿了 希望你多留言多点赞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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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